他一夜杀害14个村民 连老人小孩都不放过 差点涂掉整个村庄 让人震惊的是 这样一个恶魔 竟在法庭上收获了阵阵掌声 甚至还被当地人称作英雄 他就是最具争议的汉贼 胡文海 胡文海落网后 他的眼中没有一丝悔恨 只是一愤填膺地说了一句 我是在为民除害 那么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1954年 胡文海出生于山西静中大禹口村 虽出生在农村 可胡文海却一点都不老实 动不动就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 小时候如此 长大了也是如此 久而久之 胡文海就成为了村子里有名的大人物 没有人敢惹他 也惹不起 但好在胡文海有个学知识的脑袋 在那个平级的年代考上了高中 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一个单位 有了一个铁饭碗的工作 在当时 很多人都羡慕胡文海 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 后半辈子也不用发愁了 但没过多久 胡文海就因为在单位跟人打架 直接遭到开除 因为打架的是 别的单位都不敢对他进行路由 而胡文海也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本以为他会因此吸取教训 收敛脾气 但他依旧是死性不改 依旧我行我素 虽然胡文海浑身野蛮 但他却有一个不小的发财梦 当时 我国对煤炭的需求量暴涨 而山西作为煤炭大省 每年都要往全国各地输送煤炭资源 胡文海看准商机 决定抢先拿到承包权 以此来开创一条致富大道 可当时的他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运转 于是 他就找到了最要好的朋友 刘海生 希望他能帮自己一把 在听完胡文海的计划后 刘海生当即就把钱借给了他 就这样 胡文海东拼西凑凑齐了本钱后 就找到了当时的村支书胡根生 胡根生在听说了胡文海的煤炭生意后 十分爽快地就答应给他承包 并得到了三年的承包权 得到村支书的支持 胡文海天真的以为 是自己平时积攒的人脉起了作用 殊不知 村支书胡根生这个人 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很快 胡文海就一头扎进了煤炭生意中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行 但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 都花费在了这上面 而他也没有辜负亲朋好友的期望 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胡文海经过这一番折腾 一下子就变成了村子里的首富 引得村民们是各种羡慕嫉妒恨 眼看事业蒸蒸日上 胡文海却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这三年的承包期 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这个时候放手不干 不就等于把肥肉让给别人了吗 所以他再次想到了村支书胡根生 给他许诺了一大笔好数 让他继续把承包权留给自己 胡根生本就是个贪财之人 面对胡文海献上来的肥肉 他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而胡文海 在没有支付任何承包金的情况下 又拿到了两年的承包权 直到1993年 胡文海承包结束 这五年让他赚到了30万 30万在当时 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而胡文海在尝到甜头后 并没有继续扎在煤炭行业中 而是寻求一种来钱更快的方式 股票 股票我们都知道 收益高 但是风险也高 胡文海深知其中套路 但还是把30万都投了进去 让人震惊的是 第一次冒险 他不仅没有赔本 反而还大赚了一笔 不得不说 他运气还是相当不错的 手握重金的胡文海 立马买下了一套房子 而剩余的钱 他打算继续投到股市中 打算再来一次钱生钱 可这一回 胡文海就没那么幸运了 下一次赔了个底儿朝天 胡文海此时也是后悔不已 但如今 自己除了一套房子外 其他别无所有 该如何逆风翻盘呢 他再次想到了 自己的老本行 煤矿 1998年 胡文海带着从操就业的信心 回到了大鱼口村 可这个时候 想要承包煤炭 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孙志书胡根生告诉他 今时不同往日 要想承包煤矿 必须要经过招标 谁出的价钱高 谁就有承包权 在后来的招标大会上 别人以75万的价格 买断了8年的承包权 得知这个消息后 胡文海气得火冒三丈 可能是之前 胡风换雨惯了 他十分不服 村支书胡根生 认为在这中间 他肯定拿了不少的好处 于是 他就找到了胡根生 想要强行承包煤矿 面对这样的无理要求 胡根生自然是一口回绝 可胡文海依旧不依不扰 甚至拿前几年的丑事 来威胁胡根生 让他妥协 可最终 胡文海依旧 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从这件事后 胡文海就彻底记恨上了胡根生 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这之后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报复胡根生 很快 机会就送上门来 山西梅老板胡文海 遭到不公正待遇 一夜抢杀14个村民 甚至连小孩都不放鬼 1999年 胡文海意外得知 大禹口村的煤矿 存在很多违规行为 甚至还有人暗详操作 获得了一大笔不义之财 得知这些消息后 胡文海顿时火冒三丈 难怪之前自己出再高的价 都没能拿下承包权 原来是有人暗中操控 于是 他就跑到了相关部门 举报了大渔村煤矿 但不知是因为证据不足 还是因其他原因 这件事到最后 竟然不了了之 胡文海自知 这其中必有猫腻 在好胜心的驱使下 胡文海决定继续寻找证据 一定要揭发这些不止勾当 还给众人一个公道 终于 在2001年1月的时候 胡文海偷偷拿到了 大渔口村煤矿一年的工资表 对照这些工资表 胡文海发现 有500多万的钱 完全对不上 得知这个重要消息后 胡文海并没有立马揭发 而是选择隐忍一段时间 因为新一轮的招标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想再尝试一次 看看能否揽下煤矿生意 然而 这一次 他依旧失败了 胡文海认为 这其中必有人做手脚 分明是在欺负 不会走后门的老诗人 慢慢的 胡文海对这些人 越来越怀恨在心 并想通过正规渠道 将他们扳倒 于是 挨家挨户地进行游说 告诉他们那些阴险小人的勾搭 让大家伙齐心协力 扳倒那些人 最后 在胡文海的努力下 有120个村民 在申请书上签了字 于是 胡文海就带着这份签名 跑到镇上 找到了相关的负责人 将大禹口村的违规行为 全部抖了出来 可这一次 胡文海依旧没有得到 想要的结果 这件事被一腿再腿 一直没有人出面解决 八个月过去了 胡文海也没有得到 一丝回忆 其实 这个时候的胡文海 还没有懂杀星 直到下面这件事的发生 直接让他变成了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某天 他扛着锄头 在自家苹果园翻土 期间不小心 和一对兴高的兄弟 发生了口角 胡文海本来就是暴脾气 没管住嘴 就说了几句脏话 没想到 两兄弟竟然直接抄起家伙 对着胡文海 一顿疯狂输出 也不知为何 两兄弟对胡文海 那是往死里下手 胡文海只能强行拖着身子 跑出了果园 向村民求救 最后 要不是胡文海的二弟前来营救 胡文海可能早就去见了阎王爷 二弟赶来后 立马将胡文海送往医院 缝了二十多针 这才捡活了一条命 出院当天 孙之书胡坤生 带着两万块钱 跑过来说好话 说这两万 是高家兄弟 赔给他的医药费 一针一千块 二十三针就是两万三 看着厚厚一塔钞票 和孙之书 那满脸产笑的样子 胡文海不仅没有得到一丝安慰 反而更加坚信 他们背后 一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当即接过那两万块 直接砸在村支书的脸上 让他赶紧滚蛋 事后 胡文海也察觉出了猫腻 自己和高家没有什么矛盾 不过是说了几句脏话 他们就要往死里整呜 背后一定是受人指使的 一想到这儿 胡文海不免感到一阵后怕 在他看来 这些阴险小人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为了防止那些人 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胡文海突然冒出了一个 疯狂的想法 先下手为强 他一夜杀害14个村民 差点涂掉整个村庄 但在落网后 竟然有人称他为英雄 这究竟是为何 先让我们回到2001年 胡文海把所有的对头 专门列了一个名单 写完之后 竟然达到了45人 看着这些仇人 胡文海就正式开始了行动 他先是买了两张假身份证 为行凶的过程拖延时间 随后 他又通过特殊渠道 搞来了枪支弹药 甚至还弄了些雷管炸药 关于这些炸药 胡文海是这么解释的 他打算解决完那些人后 就把自己送上路 准备完武器后 胡文海还查一个帮手 于是 他找到欠自己一万块钱的村民 刘海旺 告诉他 钱不用还了 只要他帮自己做一件事就行 于是 胡文海就把自己和那些人的矛盾 告知了刘海旺 要求他协助自己教训那些人 起初 刘海旺以为只是简单的打打架 当即就答应了 11月26日当天 胡文海吃完饭后 就在家中悄悄酝酿着计划 而刘海旺 就负责将村支书胡根生 以及会计李济 骗到胡文海家中 两人到了之后 胡文海立马抄起一把斧子 逼迫二人写下了贪污的具体过程 在武力的威胁之下 两人只好拿起笔 写下了材料 但写完后 胡文海发现 写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根本没提到问题的要害 性格暴躁的胡文海 觉得二人是想敷衍了事 于是 他吩咐刘海旺和弟弟胡青海 拿着斧子 把二人带到西山上去 准备在那里将他们解决掉 路上 他们是开着车过去 期间 李济曾听到路边响起了警笛声 于是 他开始疯狂挣脱 见此行刑 胡文海对着李济吼了一句 你再抖 信不信我马上就解决了你 此言一出 李济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你要是真有种 你就动手了 这句话 彻底惹怒了胡文海 当即吵起了长柄家伙 对着李济扣动了弯机 整个过程虽然十分短暂 但毕竟是胡文海第一次还命 他整双手都是颤抖着 可怕的是 当看到李济倒下去的那一刻 竟让胡文海产生了无法言语的快感 他的眼睛闪烁着仇恨的光芒 横缓将枪口 瞄准着瑟瑟发抖的胡文生 看着胡文生这般狼狈模样 胡文海积攒多年的不满 终于得到了安慰 于是 他二话没说 直接朝着对方扣动了弯机 事后 胡文海甩了一千块钱给刘海望 让他把嘴闭上 随后 又揣着猎枪 直奔下一个目标 这一次的目标便是村长 纪金堂 于是 他悄悄来到 纪金堂家的小卖部 趁其不注意 用斧头结束了他的生命 甚至连他的妻子都没放过 完成这些后 胡文海内心的恶魔 被彻底召唤了出来 此时的他 就像是地狱里跑出来的魔鬼 见一个 杀一个 紧接着 他来到了村里会计张静林家中 将他以及他的妻儿 全部送进了九拳之下 这还没完 胡文海又冲进了村民胡三纪家中 将一家四口 送去见了阎王爷 当他解决完第十四个人的生命时 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 也火速抵达了现场 看到民警的到来 原本胡文海打算将枪口对准自己的 但他始终没能下举手 最终被戴上了银手镯 又送到了小黑屋 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人 在落网接受采访时 却丝毫没有看到悔改之意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 胡文海经一脸轻松地回答 要是再来一次 我照样干 而在后来的审判中 他说出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如果我的死 能让那些阴险小人得到处罚 我死而无憾 这番话说出后 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 甚至还有人称作他为英雄 但很快 大家都反应过来 他连无辜的老人和小孩都没有放过 不配称作英雄 是啊 胡文海可能确实遭到了不公正待遇 但不管怎么样 都不要采取以暴之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希望屏幕前的你能够引以为戒 不要冲动行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by bwd6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